Hello 大家好 我是经常和你见面的小苏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周末明明睡了一整天 为什么比上班上学的时候还累 坐在高铁上只想躺试 旁边的小孩子为什么那么有经历 本想出位旅行 倒跌着车在酒店睡了一个假期 如果给人类的疲劳打一个分数 我想会是圆周率一派吧 日常感到疲劳的朋友 要不在公屏上扣个派吧 所以班上那些学霸和公司里的精英同事 为什么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 一天能干两天的事呢 我之前也采访过不少的行业大佬和CEO们 根据我对这些优秀人类的观察 他们都特别擅长做疲劳管理 即使一天只睡5个小时 却比那些睡12个小时的人都更精神 那么如何养成抗疲劳的体质 让你的身体一直以最佳的状态来工作跟生活呢 去年3月我买了这一本 由斯坦福大学运动医学中心副主任写的 斯坦福抗疲劳法 那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 我也是实践了里面很多抗疲劳的小技巧 现在我也是一个每天只睡6小时 而且一定会在闹钟之前自然醒的不易疲劳体质了 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简单一行真实有用的抗疲劳小技巧 先收藏再看吧 第一个就是IAP呼吸法 睡眠不足 肌肉和神经元过度使用 体态变形和呼吸方式不对等行为都会带来你身体的疲劳 但是吧 现在年轻人呢 想要你们早睡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很多上班族也没有时间睡得这么奢侈 所以可以先从改善呼吸方式入手 那这本书它的创新精华 就是介绍了一个IAP呼吸法 是一种掌握负压呼吸的训练 IAP指的呢就是腹腔内压力 负压呼吸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总结就是 深深吸气 并在呼气的时候 鼓起你的肚子 中间的一系列理论这里就不赘述了 你们可以去书里看 当我断断续续练习了一年半嘛 确实感觉像他所说的那样 负压呼吸可以提高我身体的稳定性 缓解我的疲劳甚至就是我之前有一些腰痛 腰肌劳损也恢复了不少 那大家都知道斯坦福大学有非常多的顶级运动员 2016年的里约日内容奥运会 美国22%的奖牌都来自斯坦福大学 那这个方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很多的顶级运动员 从运动后快速恢复疲劳 不过我也说句实在话 想要改变呼吸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除了一些专业的主持人和歌手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平时都是 胸式呼吸是比较浅的呼吸 所以我建议如果是普通人开始练习的话 可以在睡前的10分钟 还有工作学习疲惫的时候 抽出一点点时间练习下 IAP呼吸法 大家可以用你们的三个手指 三个抵住你的肋骨下方5厘米左右这个位置 用力抵住 感受呼气时候的负压 一般人呼气是习惯收腹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顶腹往外展 然后习惯以后 你在有意识的待入日常生活 在每一次呼吸中继续恢复身体的力量 以后你们在街上看到人鼓着肚子 不要说他胖了 他可能是在练习负压呼吸呢 第二个变得更高法 如果你觉得负压呼吸很难 那你就先尝试一下 让自己变得更高 其实大多数人的身高都是有点缩水的 让自己变得更高 不是说让你多喝牛奶长高 而是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体态 这样更不容易让身体疲劳 比如平时你做的时候不要这样驼背 也不要腰椎前秃 更不要敲人腿 有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随时想象自己在量身高 然后让你的耳朵和你的肩膀 还有你的脚踝始终保持在同一条直线上 做一个身心俱不疲的高人 那这里呢也分享一个抗疲劳站姿 实验表明更多人会把你的站立重心 放在你的右腿上 各位站起来试一下 是不是 这样呢会造成单侧的疲劳 那我们比如说平时在坐地铁的时候 你呢如果有位置的话 你可以拉两个拉环 然后让你的身体左右两侧 轮流的承担体重 这样子更不容易疲劳 那以上呢都是预防疲劳的一些方式 不过如果你已经出现了 看书 忍不住打哈欠 工作注意力很难集中 甚至还有身体僵硬 头痛而鸣 脉搏失常 胶痛 肩膀痛等症状 说明你的身体已经疲劳了 那感到疲劳后 该如何快速的消除疲劳呢 第三个就是动态恢复法 在适当运动的过程中消除疲劳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跟我一样 如果平时一直处于这个疲惫不堪的状态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也只想在家里睡觉躺失 但是研究表明 周末补教并不能化解 平时睡眠不足所带来的损耗 待在家步活动不仅不能解乏 反而有可能加剧疲劳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周末在家睡了一天 反而感觉更累的原因 所以不能光靠躺平 疲劳是不能自动消失的 我们要主动出击 采取动态恢复法 用适度的运动来帮你促进血液循环 将大量的氧气输送给你的蛋脑和肌肉 防止疲劳物质滞留 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开启了一个运动100天打卡的计划 那其实是我一年中工作最忙的时候 但也恰恰是因为我平时有做瑜伽 游泳 油氧操 撸铁等运动 让那段时间也成了我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 我甚至就是经常一段时间 早上6点起来就去游泳 然后再开启一天的工作 一天下来人真的都不知道疲劳 而且后来还瘦了15斤 身体就感觉非常的轻盈 很多人疲惫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说运动很吃力 就不想运动 结果就陷入了肌肉量减少 运动起来更吃力的恶性循环 第四个呢是冷热交替法 当你感到疲劳的时候 可以试一下这个斯坦福 12分钟冷热交替超级恢复郁 先用10度的冷水淋浴1分钟 然后37度的温水30秒 和冷水30秒为一组 重复交替四五组 最后再以冷水淋浴1分钟结束 整体的洗澡时间控制在12分钟以内 同时洗澡前和洗澡后各喝两大杯水 这样就可以刺激你的血液循环和自律神经 让身体得到很好的放松 不过对于一个喜欢洗热水澡的我来说 这个方法光是听到那个10度冷水的瞬间 我就已经清醒了都不需要试了 让我想到之前在芬兰旅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蒸桑拿 然后再跳到这个冰河里面去游泳 那种酸爽的感觉 第五抗疲劳饮食法 这里也分享一个 由斯坦福大学运动营养中心提出的饮食原则 比如必须要吃早餐 正餐不要吃得太好 比起炸鸡和松饼 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 多吃维生素和蛋白质 每顿饭只吃八分饱 当你感到饿的时候再补充一些坚果 特别是今天吃的食物会破坏你明天的状态 吃有害的食物会让你更疲劳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你今天吃了很多油腻的油炸食品和碳酸饮料 你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沉重 要养成抗疲劳体质的话 一定要拒绝碳酸饮料 健康饮食可能一开始很难坚持 但长久下来整个人真的很轻盈 充满活力而且非常的快乐 我去年就是健康饮食了三个月 感觉哇塞 整个人感觉升华了那种感觉 做什么事都非常的有精力 第六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抗疲劳心态调整法 要从心态上调整成抗疲劳的模式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孩子总是经历过人呢 因为孩子他们往往保持着成长型思维 他们总是会问 为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他们对世界的探索和不断获取心智的欲望 让孩童每天都活力无限 对于他们来说 疲劳意味着消除疲劳就能变得更好 而长大后成年人往往形成了固定型思维 就我们疲于维持现状注重表象 给自己设下限制 这时候疲劳对我们来说就是 累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或许你可以试着从固定型的思维转向成长型的思维 牢牢记住两个字 上位 养成 今天尚未做到但有朝一日会做到的乐观态度 同时通过给自己设定一些超短期的目标 激励自己一点点的去改变现状 对抗疲劳 当你下班摊在沙发上很累的时候 你可以先不要想着啊 我要去跑一公里 你可以先站起来走两步 换上一身运动服 先完成这个短期的目标 成年人的世界呢 没有容易二字 除了容易胖 那虽然如此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艰难的社会中保持成长和探索的赤子之心 只要我们依然拥有改变自己的勇气 在每一天 每一次休息和每一次呼吸之间 都蕴含着点滴改变自己的力量 疲劳不可怕 感到疲劳说明我们还要提升自己的空间嘛 只要消除疲劳就可以变得更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身心状态 一起成为抗疲劳体质吧 那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关于更多的理论方面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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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